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4日 遊他時間下午4時10分 如果你在香港 已經是2月25日 星期日上午7時10分 上個星期日 就是我在香港的一個最後一天 香港之類的最後一天 這麼快就有一個星期了 這個星期真的過得很快很快 但這個星期我在遊他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做過 你有聽我昨天的Podcast 都有說到 我就一回到家 其實就已經病了 之後呢 這個星期呢 只是睡覺睡覺休息休息 吃東西都不多 多數時間呢 就是休息睡覺 分分分 就已經一個星期 又到星期日 今天呢 喉嚨好像沒有那麼痛 但是呢 鼻子又有些鼻塞 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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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真的要我命 因為 不是飛一程 長途機 而是 我要飛 三程飛機 three flights 有人就說 三隻腳 飛三程 我才可以 由美國 飛到去 香港 當我在香港 飛回去 美國 索力 又要飛三程 頭和尾 那兩程飛機 是短程 短途 兩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一開始 這樣也不錯 但是中間那程 我去要飛 十四個小時 從香港 回 去美國 第二程飛機 就是長途 也要飛十個小時 不知道你能否聽得懂 總之呢 長途機 真的很要命 我今天 看到 在網上 一些資料 就是 關於 搭飛機 關於 搭飛機 一些 貼士 就幫助你 幫助你 即是 沒有那麼容易 染病 沒有那麼容易 not that easy 染病 got infected 其實我這次病 我覺得我都是因為在 飛機那裡 應該是在飛機那裡染病 I thought I got infected on the plane 我不知道有沒有提到 我不記得我昨天那集有沒有提到 因為 坐飛機 你知道很多人 其實我那班長途機 是滿了人的full flight 那 那 坐我前面的充女 就剪了十個小時 那我就沒有戴口罩 我記得我應該有提過 哇 那 那就知道 真是糟糕了 那 其實呢 戴上口罩 真的 會有些幫助的 是的 雖然呢 呼吸 呼吸 breathing 就沒有那麼好 呼吸 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呢 戴上口罩 都是有些protection 有些保護的 那我看過一篇article 那個文章 那裡講到 一些 即是 你可以在飛機那裡做 去保護自己的 其中一個呢 就是說 用一些 消毒的 即是 紙巾 那些wraps 去抹一下 你坐的地方 或者你會碰到的地方 譬如 你用的那張桌子 那個 小桌子 你用一些wraps 用那些 消毒紙巾抹一下 這樣 乾淨一點 還有你坐的位置 都可以抹一下 你那個 扶手 那個 那個 嗯 擺在你的手 那個 那些的handle 啊 甚至呢 安全帶 那個sit belt 安全帶 都用那些 消毒紙巾抹一下 這樣 有幫助 還有呢 在你的 椅子 前面 有兩個 有些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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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呢 就是呢 那些袋 真的 其實是非常 非常 很骯髒 非常 很骯髒 那你盡量 不要碰 不要放一些 啊 重要的東西 放在那些 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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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呢 會放一些 骯髒的東西 在那些 嗯 前面的袋 那 那大家真的要小心 另外呢 嗯 你會收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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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來說 那張 其實 你是可以 鋪在 你的 座椅 上面 So cover the seat with that blanket Then you sit on it 跟著你就 坐在上面 這樣就會 乾淨 還有盡量 就不要用 它那個 枕頭仔 那個 little pillow 枕頭仔 就不要用了 因為通常 都未必很乾淨 嘩 那我 現在知道了 還有他呢 還有教一個 嗯 嗯 一樣東西 就是 那個 blanket 那個 煎 那個 袋 外面那個 plastic bag 那個膠袋 他說 你可以用那個 膠袋 鋪在 尾座位 那個 前面 然後 你再 擺 你那個 袋 在那個 膠袋上面 是不是很複雜阿 明白嗎 So you can use that plastic bag that contains the blanket. That plastic bag placed on the floor in front of your seat. And then you put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on top of that plastic bag. 跟著你就將你的私人物品 Personal belongings,私人物品 放在膠袋上面 那就不會直接放在地上 因為地上是很骯髒的 啊,真是掌知識 I learned something new 真是掌知識啦 另外呢,我坐完長途機 我的tipsy就是 如果下次再坐這麼多個小時飛機 要選擇ISO-seat 走廊位 要選走廊位 Rather than選擇窗口位 Window-seat window seat 窗口位 要選走廊位 為什麼呢? Why I should choose I should sit rather than window seat 因為呢,坐長途機 你是都需要 你是都需要 起身啦 So you have to stand up To stretch yourself a bit To stretch yourself a bit 那你要做一些伸展啦 坐走廊位 那當然就會方便很多啦 那你坐在window seat 坐在窗口位呢 那你根本就好像 塞了在賣邊 You just stuck At one side You hard to stand up And stretch yourself 那你很難呢 你去站身 去伸展的 但是你坐走廊位 你可以起一下身啊 動一下 伸一下 對腳啊 那都方便點啦 還有你去廁所都方便點啦 是不是? 如果你坐長途機 那你那麼多個小時 你都要去一下廁所的嘛 那你去洗手間 都會方便點啦 那 雖然呢 那 隔離位 可能都要 去洗手間 那你都要讓它 但是 那你就可以當是 啊 又可以起一下身 有些伸展這樣啦 所以坐長途機呢 都是應該坐走廊位是好一點的 那還有一個走廊位呢 那你還可以伸腳出去啦 那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 伸出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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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算了啦 我就選了 啊 啊 我呢 選了 是贵的,要加钱,要加170美金 但也是舒服点的,感觉上有多些空间 如果不想加钱的话,选择走廊位,会好些 另外有其他提示,另一篇文章有说 穿一些舒适的衣服,或者是正好睡觉的衣服 因为你坐长途机,你也要有些时间给你休息 所以要穿得舒服点的衣服 另外,带一些小食 因为time difference 时差 吃飞机的时间和平时吃饭的时间都不一样 可能你肚子饿,但不能吃 所以带一些小食也是有帮助 但那篇文章说,避免sorty snacks 避免咸的零食 因为你咸咸的零食也会令你口渴,或者是抑郁 要喝很多水,你又会经常去厕所 不太好 嗯,这些都是一些提示 我这次坐长途机,我也是有 order special meals 有叫一些特定的餐的 那我觉得这个呢,叫特定餐呢,又真的挺好哦 因为呢,叫特定餐呢,是会先吃的 so, because I ordered some special meals and because of it, they delivered my meal first 那他们呢,就会首先呢,就送餐给我 那其他人呢,未吃呢,我就已经有得吃啦 那这样,那样东西呢,都挺好的 那就可以叫自己喜欢吃啦 比如我叫seafood,有海鲜 或者我叫vegetarian的餐 嗯,餐,我叫素食的餐 那这样 那,所以这个也是 啊,挺好的,你去有个special order 嗯,嗯 嗯,对啦,那么 很难说,会给,就是有钱去坐business class business class呢,是商务仓 或者是商务客位 那么没有钱坐商务客位 或者商务仓 更加没有钱坐头等啦 so first class 是头等 那么没有钱坐头等呢,都是 给钱坐经济仓 economic class 经济仓 那么呢,经济仓呢,真的很窄的 so narrow and yeah, really 啊, so terrible and painful the experience really sucks 真的,是很辛苦 很痛苦的,但是 就是没有办法啦 你都 就是要去探亲 或者真的要去圆的地方 你都很难避免 你都要搭飞机 都是这样 这样啦 是啊,所以 这里就一些提示啦 给大家啦 嗯,不知道你 飞去其他国家旅行 嗯,试过最久 飞几多个小时啦 那我今次 我total 嗯,我便从美国 由他飞去香港 用了23个小时啦 哇,这次是真是 一个 最长的一个 飞行体会 其实也挺痛苦 不过好在去香港那时候 没有病到 回来病了 但是起码你回来才病 休息一下 如果你去到香港 这样病发 即是浪费了假期 所以 anyway都感恩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不好意思 可能你听到我的声音 都是不是那么好 我的声音都是 鼻湿湿的声音 即是我的鼻 nasal congestion 那些鼻湿的声音 还有些声纱 不是那么好 但是多谢你的收听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多谢大家 大家都有个愉快的周六 有个愉快的周日 我们下次见 拜拜